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红关经济形势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由自由价开始回落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大家好我是小诺 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经过五次上调 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点 北京的93号汽油的价格 已经是涨到了6块6毛6一升 让我们大家开车的成本增加了不少 这样就在国内成品油价格持续攀升的时候 却有这样的一条消息 说中石油和中石化 这两大石油集团在低价出口成品油 平均的出口价格只有每升2块4毛钱 那这个价格呢 跟国内的成品油均价相比就差了4块多钱 一时间关于中国成品油是否被出口贱卖的这个消息 就传得沸沸扬扬 尽管中石化随后出面解释说 这个出口成品油的价格跟海关统计的口径有关 还与成品油的构成 以及不同的贸易方式等因素相关 而且不含各种税费 并不能这样笼统的来计算 但是我们看到数字上的差异 还是引来了很多消费者的质疑 那么国内的成品油是不是卖的太贵了呢 其实也难怪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看到一方面呢 这个国内的成品油零售价格是涨多跌少 直奔历史高位而去 而另外一方面 加油站之间的打折促销却又此起彼伏 价格战打的是不亦乐乎 为了弄清楚这个油价的真相 我们记者康进峰呢 先后在河北和海南进行了调查采访 我们先来看一下河北的情况 一进入到河北省界内 就可以看到107国道两边的民营加油站 打出的降价促销的牌子 这些处理在加油站外面的牌子上面 写着93号汽油是每升5.95元 柴油是5.70元 在另外一家民营加油站的价格牌上 我们看到93号汽油的价格是每升5.9元 0号柴油每升5.65元 价格又低了五分钱 而且还提供免费加水洗车等服务 记者在这里采访的过程中 不断有私家车来这里加油 这里的员工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从北京烟山石化进来的无牵汽油 而且在他们这里加油大多是回头客 价格便宜是他们的最大优势 按照国家发改委11月10号 关于成品油调价的通知 汽柴油价格每吨均上调480元 那么河北省93号乙醇汽油的最高零售价是每升6.32元 0号柴油是每升6.15元 按照这个价格 这些民营加油站的零售价就比最高限价低了四五毛钱 跟这些民营加油站相比 中石化中石油的价格就高了不少 记者在一家中石化的直营店看到 这里执行的就是发改委的最高零售价 咱们这可以使加油卡吗 可以 可以使加油卡 现在是多少 93多少钱 怎么样 6.32元 不过就在不远的地方 一家中石油加油站的93号乙醇汽油 却是每升6.02元 比中石化便宜了三毛钱 93号乙醇汽油 9.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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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哪个油 北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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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乙醇汽油 是公司油的吗 我们这是公司油管的检 是公司油管的检 是直营检还是加盟的 直营的 直营检 为什么同样是93号乙醇汽油 两家公司会出现这么大的差价呢 中石化加油站的员工这样给记者解释 油不一样 咱们这是哪个油 都是验山的 中石化都是验山油 那还不一样 大净的那个 油不一样 那个是大庆的油 中石油都是大庆的油 咱们这都是验山的 是吧 那油稍微削 即便是同一家公司 价格也不一样 距离不过几百米的地方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 这里的93号乙醇汽油 也是每升6.32元 不过跟那些民营加油站相比 这里就显得冷清多了 那咱油是哪个油啊 这些加油站的价格表看了 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不仅民营加油站和直营加油站的价格不一样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价格不一样 就连中石油自己的加油站的价格也不一样 那么一升93号汽油的价格 从最高的每升6.32元 到最低的每升5.9元 中间是整整差了4毛2分钱 4毛2分钱 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 而且这个加油站的油品标准 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说像京标的国标的 加以纯的 像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很难搞清楚这些油品的价格 到底是以哪一个为准 不过我想这些加油站 也肯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就算是最低的一升 5.9毛钱 便宜4.5毛钱 也还是有利润可赚 可想而知 如果按照最高的限价卖的话 肯定就会赚得更多 那么现在的这个成品 和价格当中 他们的利润到底会有多大呢 我们继续来看 记者康宁峰在海南的调查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海南的汽油零售油价 是加入了道路通行附加费的 这个就比内地每升要多收9毛钱 我们来看一下 在海南省海口市里一家中石化加油站 记者看到 这里的93号汽油零售价是7.32元 零号柴油的价格是每升6.26元 这是11月10号油价上涨之后 海南省物价部门制定的最高限价 如果是使用中石化的加油卡 每种油品都可以有五分钱的优惠 是所有你们这个中石化的都有吗 优惠吗 所有中石化的 都是这种优惠 只要半卡都有这五分钱优惠 柴油汽油9394 9397都是 9397 这是站柴油 那不是新柴油 记者在海口市内调查发现 这里的加油站大部分是中石化 中石油的直营加油站 几乎看不到民营加油站的身影 而且这些加油站的零售价 大部分执行的都是最高限价 那像别的地方还有便宜的吗 比这个 加的 还可能差不多 可能价钱的差不多 哪里的差不多 就是哪里方便哪里加的 在距离海口市不远的文昌市 这里的民营加油站几乎占到一半 而且他们的价格也比两大集团的加油站便宜不少 在一家叫昌龙的加油站 我们看到 93号汽油的单价是7.15元 而零号柴油是5.6元 比最高限价低了0.61元 尽管这些民营加油站的价格低了不少 但是对于这些民营加油站来说 今年的生意却是最好的一年 民营加油站最坏的 在河北市经营那个经营情况 每一个交站 每一个交代老板都有选招 在文昌市有60多座加油站 其中民营加油站有30多座 这30多座民营加油站当中 有27座加油站的老板加入了文昌市石油协会 记者在采访这些老板的时候 他们各个脸上都洋溢着笑意 现在的销量呢 就有大那个利益又好一点 今天比较好做 油料今天比较好做一点 今天生意不错 生意不错 主要是好国家建设 要像以前的不行啊 那汽油的话 现在就是说 能到零售和价差能有多大的 汽油的零售价差有7毛钱 7毛钱 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一生人有7毛钱的利益 你们拿的时候 它是按吨是吧 一吨多少钱 拿的时候现在是 就现代而讲 是7块3毛 7块3一吨 7300 7300 一吨 按照海南省物价局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93号汽油和零号柴油的最高零售价 分别为每吨8480元和7250元 但是记者从民营加油站了解到的批发价却是 每吨7300元和6050元 两者分别有1140元和1200元的批零差价 如果折算成每升成品油的差价 那么93号汽油是8毛多钱 而柴油达到了一块钱 一块钱的话是相当于一千一千二三左右的一吨的价格 每吨有这么这么高的率 但是我们不过就协会的加油站的话 相对来说我们会把一部分的率返回去给消费者 因为我们零售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上线去卖 但是在我们采访的中石化中石油的加油站 大部分是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限价在零售 我们例来的主张一公斤油的基本就是 15% 这个利液 应该是就合商主义在规定的利液空间的 15% 你现在打个圈你撒油是6块钱公斤 那个利液的空间应该是wwww 这样应该合行合理的 但是你要赚到8毛到9毛 不行 后行单下太多了 我们的调查揭开了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按照最高零售价来卖 一吨93号汽油的批发零售的差价 就达到了1140元 它的利润率是高达13% 比很多行业的利润率都要高 而我们现在算的只是海南这一个地方的价格 那么如果根据我们公开的资料来看一下的话 在2009年的上半年 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了505亿元 那么在全球最赚钱的石油公司当中 中石油是排在了第二名 而中石化实现的净利润是332亿元 同比增长了300% 在并不是完全透明的定价机制的背后 成品油供应商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少 在一分半的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前不久国际油价一度逼近了80美元一桶 国内几大石油公司纷纷反映成品油调价幅度 事实上已经是跟不上国际油价的脚步 今年刚刚翻身的炼油板块 有可能再次陷入亏损的状态 但是看了刚才的节目 我们很难想象 在这样的利润率的支持下 这些企业怎么动不动就会有亏损的危险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再想想这两天 沸沸扬扬扬的海外贱卖成品油风波 为什么中石化站出来解释了之后 还是没有能够打消社会上的不少质疑 很大程度上 我想这还是因为 大家并不清楚成品油的价格构成 更无从知晓成品油的真实成本 不过成品油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异 又能给我们透露出怎样的信息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在海口市区内 记者找到了一家优惠比较大的民营加油站 93号汽油的价格是每升7.05元 不过在加油机的单价上 却看不到这个价格 而是被一张写着优惠价的胶带盖了起来 虽然这家民营加油站 优惠幅度比较大 但是却不敢明码标价 只能遮遮掩掩掩的暗中降降 那么这些民营加油站 为什么如此谨慎呢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敌得那么多呢 主要是怕中石化中石用打击 因为它是亏干涉的 所以你不能敌太多 敌太多它就会自杀你 也影响他们的东西 所以只能是跟着中石化低一点 吴坤强曾经在海口市也有两个加油站 而且地理位置都不错 但是在前两年 相继把这两个加油站 卖给了中石油和中石化 没有了加油站之后 他就专心做起了润滑油的生意 与中石化中石油打交道的十多年经历 使他非常理解这些民营加油站的苦衷 主要是上油中油 都是受中石化中石油的控制 因为他们是下油的 就是他们所要的资源 要的油几乎也不是百分之百 绝大部分还是要通过两大集团 我们走访了十多家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 发现不少加油站 在以不同的幅度打折出售柴油 一大筒 打到一块钱 然后也要打到一块钱 然后也要打到一块钱 然后也拆到一块钱 三毛三 四毛五 如果是一吨飞送那个就更有味了 飞送是多少钱你说 他们说你如果是傻白来生的话 直接到这里来打一块钱 哦 毛兽 打准优惠 有 现在你拿的话是五块五 两百 两百以上就可以 还有得五百 就五百 对 这个是属于那种优惠价 并不是说我们外面的购买价 外面的购买价 它肯定会不及 小伙伴都六块两毛 对 六块两毛一 六块两毛一 五块五 那时候是便宜了七毛多 七毛一 七毛一 最低的时候有能到多少 最低的到四块多钱都有 就这段最近 还没涨价的时候 哦 我就说最近这段时间 最近五块都是这个价格 都是在五块最便宜的五块三 也有涨过 为了确定柴油的最低价格 记者带了三个油桶 来到一家中石油的加油站 看看这里到底能够优惠多少 按照三个油桶的容量 记者决定购买六百升零号柴油 是 200以上 是这个 五块 哦 你这个是五块三毛五 即五百多钱 按照他们的优惠价格 一次购买二百升到五百升是五点四零元 五百升到一千升是五点三五元 一千升以上就可以拿到五点三零元的价格 这个价格就比最高限价 也就是他们的挂牌价整整低了0.96元 在他们的一个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着每次卖出的价格和数量 这些价格大多都在五点四零元 具体的利润究竟多少我们还没有知道 但是我认为批发价格输赏价这个环节里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还有那个要包括那个原油 就是说我们国内自有的原油 这点空间那就更大了 吴坤强告诉记者按照93号汽油的P0差价 同样也有一千多元的差价空间 但是因为汽油的用户大多是私家车和政府部门的用车 所以基本没有优惠 即便是有优惠也是幅度很小 但是汽油说它一般不降 所以我们一般那个白铃啊一般私家车啊 不很注意 那看呢 两个一毛钱两毛钱就价格单 实际上真正的价格单就是柴油 汽油的空间就更大了 就是一千五以上以上啊 就一吨油最少的利润空间有一千五以上 对于目前成品油批发价格远远低于零售价的原因 吴坤强认为一方面是两大石油公司的竞争 另外一个原因却是为了应对走私油的冲击 所以如果它重石化重石油啊 它要把价格批发价搞得很高 大量的走私油就进来 就是广西广东那边大量的 现在还是大量的那个走私油冲击过了 如果重石化重石化重石油啊 如果不调整这个政策继续给高油价 那变成它的市场份量就更小了 运行将近一年的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 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标志之一呢就是很多一度积极可危的民营加油站 今年又开始复苏走出了困境 而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民营加油站的大幅优惠 也是得益于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放开了涨跌幅 只限制最高零售价 这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但是我们从调查中也发现啊 现行的定价机制并没有完全真实反映市场的工区关系 批发与零售价过大的这个价差 给成品油供应商还是提供了过大的利润空间 我们这也就难怪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涨多跌少直奔历史高位而去 而另一方面呢加油站之间的这个打折促销 却又是此起彼伏价格战打得不亦乐乎 由于成品油在经济中的这个基础地位 它如何定价确实是牵扯到了各方复杂的利益关系 不过终究还是应当放到一个更加透明的背景之下来操作 让消费者知其然也就能够知其所以然 否则大家只能够对着油价来猜谜 从这个角度来讲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改革 仍然不能够停下降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 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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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궁금 llevar